赛哥的劫色都巨大 现在刀牙的很多 而且塔下能吃个塔皮 他刚出来又被打惨了 这回他可没有TP 赛哥塔下疯狂拉扯 被柱子砍了一下 直接秒掉 被卡住了 有TP 直接TP回线 TP回线那个巨魔也得回 但是他回他没有TP 他回的话防御塔可能都没了 他取消了 看赛哥 这一炮打到了 那他必死了 赛哥有闪现的 苍雄之月接个E 他就没了 他不如回了 但他防御塔也没了 赛哥这是想去下路支援一下 下路的压力确实大 对哦 你看对面中下肥的 赛哥一炮打残卢西安 藏心之月 带走莉莉亚 两个残血呀 我太可惜了 卢西安有500中阶上街 那米利欧 0-0-14 看这一炮哦 能打独仙吗 阿米利欧也行 支援一个下路呗 不然下路对不了下路呗 赛哥提皮了 他队友死的太太了 赛哥进场 先秒两个 这两个应该不好留了 而且赛哥状态也不好 我巨魔还跟着柴呢 巨魔呀 有个逗逼 不行 他巨魔开机跑不好留啊 跑得飞快 留下他 跑到挺快 哎 巨魔他想阴赛哥 他想阴赛哥呢 人直接融化了 赛哥直接开始阴忍了 来一个死一个 谁都能秒 谁都跑不过 伤害严重一出 那连招根本就没打满 哎 野区又打起来了吗 没打起来 故技重施 再来一波 这回来个利利亚 他也扛不住 对面五个人全扛不住 来了来了 这一波能打到直接就秒 我天哪 发条大拉了一下 赛哥还挺能扛 回头打残一个 回一个救一下 赛哥这个状态不太好 往人区里面切了 但队友也马上赶到 回应都先倒了 把一炮直接把他留给补了 他想睡但直接回头躺 那个力量给秒了 但赛哥还可以睡了 回家前应该是够了 队友先走 不要开呀 哎呀 转剑开 还得赛哥在 赛哥不在 他就踏起来 并不轻松 那还挺亏哦 哎 野区抓到一个巨魔 巨魔他也扛不住 一套就没 那感觉 怎么还得破一路高地吧 大龙还差一分钟刷新 中路高地应该是能把 怎么中上都得破一路 你守中路的话 上路就能破 而且集四分拆塔都可以快 以下一座防御塔 那就一波了 拿下 然后你就会先买鞋子的 可以看下面躺出了 那个小P的特殿堂 现在店铺里鞋子价格 已经降到了最底 因为我仓库放多点分了 鞋子价格现在很便宜 款式特别多 椰子系列 还有其他很多系列 拿到所有任何不喜欢的地方 都能七天无理由 全都退款 给放心 那些如此的悔观 也就感到的自由黑暗 是吧 连个美女还喜欢 重重却相当极端 可是好前求是有涨价的 有个朋友们风筝的想法 幻想着被现实给绑架 想要夜幕去吃 有色彩 有色彩的 我们下期待 就会有色彩的